大家好,我是陈奶奶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花椒跟海参的泡发方法 海参最好你是买关东参 这个四排次 过得去不能说顶级 顶级的那种有六排次的 这个花椒小小的 但是很重,它很厚 其实很简单 用水龙头冲掉灰尘 以后泡水可以了 在室温底下放一天 还是要换水 十个八个小时换一次水 这就是泡了十多个小时的情况 稍微的有一点点的泡开 还不算发 那么我们现在冲水换水 就水龙头的水好了 再把它放入冰箱 就是几度的温度来慢慢泡发 一早一晚换水 好,这是海参跟花椒第二天的样子 看到有的有点发,有的还不发 那么我们继续的倒掉水 再换新的水 还是放冰箱里边慢慢的泡发 有的朋友会拿热水泡发就很快发 但是肯定没有慢慢的发那么漂亮 口感没有那么好 那么我们不要着急花它五六天的时间 已经是第三天 现在慢慢的在长大 但是很慢很慢 我们要给它处理一下 这个海参呢 要剪开 如果直接这样泡 一来味道不好 二来泡得不均匀的 还是不是很软的 但是等一下就算最后 我们也不要求特别软 不要搞到快化那种 要等下吃的时候有东西咬的 把中间剪开 就这样顺着它的肛门 一直往嘴那边剪 剪刀比刀好用了 如果这里就剪开可以了 想去长 去的侧底呢 就要想个好一点的方法 剪开一下 顺着它的肛门往两边 两边都剪到头可以了 我们海参煮开了三分钟 关火 让它自然凉 剪开以后煮了三分钟 看一下现在里面 非常的干净了 我们现在要把牙齿去掉 看到这个牙齿 这边也有 两边都要去干净 现在就很容易 其实你大力一点 推出来什么都掉了 这边呢就没有了 已经都煮出来了 就剩了肠 如果你要拽掉也可以 但是它这个肠还是很漂亮 那我们保留它可以吃的 看一下 非常的干净 一推就干净了 这个煮一下是特别好的方法 就这样推 你看它的沙已经去的差不多了 好 这边的牙去掉 到这边 也去掉 但是你这样推完还是不行的 等一下要水龙头底下冲 就每一个给它冲一遍就干净了 好就是这样 看 已经很干净了 对吧 里面没有沙 我刚才推一下 就把它的嘴呀 牙呀 沙肠呀 都推出来 你看 很多东西推出来的 这么多 那么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蒸泡 现在就非常的快了 应该两天差不多了 海参就到这里了 现在到我们的花椒 花椒呢 我们没有清洁过 因为你太干的时候 太硬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清洁的 现在稍微的表面软了一点 我们可以把它的余油 把它的脏东西都拽走 必要是你用剪刀 还是偏硬 为什么一直放冰箱呢 等一下的口感会特别很好 特别的Q弹 如果你直接用热水发 不是不可以 就会软烂 但是弹性没有那么好 尤其我们这个不是光这样吃 不是煮糖水 我们拿来做菜的 没有弹性就不好吃了 干净以后呢 烧一锅开水 确保你的TG没有油 把它放在开水里面蒸泡 蒸泡到自然凉 还是放到盒子里放冰箱 再泡个两天 早晚换水 冰箱里边也是要早晚换水 跟海参一样 这是第四天 很明显的长大很多 这个花椒也是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可能再换两次水 还是继续换水 就放在冰箱里 一天还是换两次 早晚换水 继续放在冰箱里 我们明天再看 现在是整整五天 看一下我们的海参 哇好漂亮 你看不至于太软 Q弹Q弹的 好漂亮 我们再检查一下里边 没有给它去尝 因为它好漂亮 看不看到 非常的干净 看它的嘴这边也是 特别的干净 如果你没有很快做菜的话 明天后天就继续 还在冰箱里放着早晚泡水 或者你放到冰冻那边也可以 但是要拿出来要解冻才可以用 好像冰冻完以后 口感没有从冷藏 就是几度的温度那边好 花椒呢 我们不能整个去煮 需要把它剪一下 这个小小的嘛 一开三可以了 剪开的同时 你看不看到 它这种椒呢 跟桶椒不一样 它里边还有纹 这个是公椒 煎的 里边的纹是横的 就是母椒 里边如果是斜纹 那种就是公椒 这个如果煮菜的时候 奶奶最后的半小时才放 我们看一下海参 看看大了多少倍 还不用大的哦 这个普通的发的 就大了这么多 这是真的十倍八倍 再拿这个打的更加不得了了 哦 这是大多少倍 本来这么小的 要有点耐心 如果你用热水没有发这么大的 它不会发这么大的 反而你慢慢发会出效果 现在就是发好了 我们可以冰箱收藏 嗯 要煮的时候再拿出来 好 谢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